死不瞑目的四大明星 家人静音财产争个你死我活 最后一位尸骨未寒 女友对上他父母争遗产 观看数 7835人死不瞑目的四大明星 家人静音财产争个你死我活 最后一位尸骨未寒 女友对上他父母争遗产 娱乐圈有很多明星去世后 却不得安宁 因为留下了巨额财产 大家都知道朋友之间谈钱商感情 家人也是一样的 死不瞑目的四大明星 家人因财产争个你死我活 最后一位尸骨未寒 2003年年仅43岁的张国荣跳楼自杀身亡 留下了三亿遗产 其中唐赫德获得一半遗产 30遗产几位兄妹平分 剩下20给外甥女 本来这样就圆满了 但是却冒出了一个叫Justin的男孩 他是张国荣的前儿子 这下可好了 差点打上了官司 同样是2003年 年仅40岁梅艳芳因病不幸病逝 由于担心母亲乱花钱 梅艳芳遗产并没有亲手交给母亲 只是委托某机构按月给母亲沾养费 一开始还好 但是没几年 梅母觉得钱给得太少 于是起诉 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获得更多的沾养备用 自己儿子也跟着自己到处搏同情 在2007年 59岁的侯耀文在北京去世后留下了8000万遗产 因为争夺财产 侯耀文的两个女儿将伯父侯耀华告上了法庭 经过双方一年多的协商 最后达成协议 乔任梅去世后 还未火化的时候 正当网友和粉丝万分悲痛至极 却有媒体报道其女友却和他父母争遗产 真的是骨未寒啊 就这样 让人心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